好 各位各位晚安 按照既定的计划 今天晚上10点多一点 我们可以看一下表10点多一点点 我们来做很精彩的 美国总统大选后续的发展 顺便做一个很简单的影片的收视 也就是今天大概所有的新闻 都是重点放在 川普到乔治亚州去做的一个 竞选为党内的两位 乔治亚州参议员候选人 竞选连任的 Kelly Lefler跟Purdue 两个人来做拉票 场面非常盛大 这个同学有机会可以自己去看 从我观察看来 整个气势 不下于总统大选的造势 光这两个 乔治亚州参议员 所以乔治亚州跟宾州是两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地方 乔治亚州除了 虽然不是摇摆州但是他选举人票也蛮多的 目前也是争议州叫 Contested State 那因为他关系到了参议院两席 能不能绝对过半的现任的参议员 所以Mike Pence之前也去助选 那这个礼拜六川普总统也亲自下去 这个场面非常的盛大壮观 而且群众慷慨激昂 所以我认为整个士气大正 这是一个成功的造势活动 那我会找一些很好的片段来看一下 整个川普他的在整个演讲过程当中 所有提到的内容 我们可以来把好看的地方 我整理出来的一点点好看的地方 当然川普的脸不是脸书 推特也有整理一些片段 我们可以一起来挑选一些不错的来看 好我们先看看有没有新的消息 先看这一则乔治亚州的 一个小时之前的 Georgia County can't find chain of custody records for absentee ballots 乔治亚州的有一个郡 他没有办法他找不到 那个chain of custody 应该是关户人之类的这种资料 然后对于 通讯投票 不再去投票这个部分 Georgia's Decolp County does not know if it is in possession of the ballot transfer forms used to record the chain of custody by absentee ballots dropped into some 300 drop boxes around the state 好这个是新的一个选举上面的问题 表示说 他有缺一些该有的东西没有 好我们再来看 议会的一个委员会要准备召开公听会了 对于 所指称的选举违规 这个委员会是负责有关投票 这个部分的业务 他是负负负责的选举办公听会 他要开一个公听会 有关这次选举的相关的问题的一个公听会 跟乔治亚州跟乔治亚州跟乔治亚州跟宾州差不多的 所以我之前讲说Pennsylvania Lithaway Pennsylvania是领头羊带头冲 当一个示范 后面就跟进 11号会开这个公听会在 他的州的首都 那要处理的问题是 一个调查很多很多的围长 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普选票投票的这个部分 主持人是 共和党的Ron Tussler 是一个共和党员 他是委员会的主席 他要来主导 这个当然是好事一件 越能够让真相能够显露出来 这样子 再来看 这个是Perdue David Perdue就是乔治亚州的 共和党的参议员的候选人 准备竞选连任的 川普讲说 Perdue is one of the toughest fighters for policy China wants gone 川普讲说 Perdue是一个 是一个勇猛顽强的斗士 自由斗士 他能够为政策捍卫辩护 而且呢 是中国急需要除掉的 这种政策 所以意思就是说 Perdue是一个中共的眼中钉肉中刺 欲先除之而后快 所以 川普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不想让共产主义极左派的人 统治美国 你就要选Perdue 是这个意思 我们看一下内文 川普 has thrown his support behind Senator David Perdue Republican Georgia and Senator Kelly Leffler Republican Georgia As both face and important runoff rates They will determine control of the U.S. Senate for the next two years 川普就是全力支持这两个共和党的现任的参议员 好让这一次的选举 参议院的选举能够过半 共和党能够在参议院能够绝对的多数过半 这两期非常非常重要 那Perdue是被川普定调为反共大将 这样子 这个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川普的 这一次肇事大会里面的演说 我们可以来听听看 川普现在讲的是说 共和党的极左派 呃民主党极左派人想要把所有开国元勋的铜像拆掉 这个对南方的人来讲 是比较不太能接受的 所以川普出来捍卫这些开国元勋的雕像 他讲的 beautiful pieces of art 这些雕像 都是艺术品 and they represent our country and they represent our country 因为都是开国元勋的 的雕像 他讲Washington George Washington Thomas Jefferson 等等 Abraham Lincoln 之类的 都是开国元勋 美国的国父有很多啦 签署那个大宪章还什么的 不是大宪章 是大陆会议的那个独立宣言的 那个叫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这些人签署的人 几乎都可以称之为国父 and now they want to do it again they want to put it in i told you we can't let it happen over the last four years David Perdue has been one of the toughest fighters over the past over the past three years 还是over the past four years Senator Perdue is one of the greatest fighters for America first America first agenda for America first America first agenda 当然是美国第一优先啊 那对其他国家来讲 不是美国人 不站在美国人的立场 当然是认为说 是我们优先 但这个不合道理 美国人当然是以美国优先 然后呢才能够 去帮助其他的 全世界其他国家的人 这样子 那跟老共不一样 老共是专门去把你的养分吸干了 你在全球化 美国自己自顾不暇 你还要去帮别人 他在把你榨干 然后你挂了 他壮大了 老共是这一招 但是呢川普已经看出来了 所以就说 我们美国要先自力自强 强大起来才能去帮助别人 对抗外务 这个是对的 你上一周有没有听到中国讲 中国不太喜欢我 他说中国不太喜欢我 他们 他们赚了 亿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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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 好像是这样 我们再听一遍 我认识了 我认识 太困难了 我说真的吗 他们将弄倒了一个桌子 的阿博哈林肯定 George Washington Thomas Jefferson 把最美丽的艺术 的艺术 并表现我们的国家 而现在他们想再做它 他们想把它放进 我告诉你们 我们不能让它起来 过去的四年 David Perdue 已经成为我们的 最艰难的战争 为我们的美国第一 美国第一的 美国优先 美国第一的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诉求 他们付了我们 一千亿的十亿 所以一千亿的一千亿就是 是 数以一计的 的款项 And they pay it they devalue their currency they paid a lot of money And they pay it they devalue their currency 他们这样做的话 就让他们自己的币值 就下跌 The happiest people in the world right now are the leaders of China The happiest people in the world right now are the leaders of China 他们说现在 全世界最高兴的人 就是中国的领导人 The second happiest are the leaders of Iran The second happiest are the leaders of Iran 第二个高兴的是伊朗的领导人 We would have done in the next four years We would have done in the next four years 我们会在下一个四年 连任的下一个四年 会做哪些事情 We've been on a footing like nobody's ever And now we're giving it all away But China said We will not deal with you But China said we will not deal with you 中国讲说我们不会理你 Unless you get rid of the American first policy Unless you get rid of the American first policy 就说我们两个要谈 中国讲说我们两个要谈之前 你先把美国第一 美国优先的这种政策 先摆一边 先不要先去除掉 我才跟你谈 We will not deal with you Unless you get rid of the American first policy And you know what the Democrats said And you know what the Democrats said 你知道民主党这些人怎么讲 They said yes we will do that 民主党的人讲说 Yes we will do that 好的没问题 我们会先把美国第一的政策拿掉 Can you believe this Can you believe this And that's what I realized What a brilliant name that is You know we come up with some good ones But that's a good one We came up with plenty of good ones Have we Some of my won't use Because some of those people are now friends of mine But we came up with some 就是說我们遇到一些朋友 我很好的朋友他们讲 But America first And I looked at Melania A week ago And I said can you believe it They are saying that they don't Agree with America first How do you say that They said they don't agree with America first How do you say that 就是說很多人 有些是我的好朋友 他们也有相同的论调 认为说 美国第一这个先拿掉 没有关系 这样子 I mean how do you say it We don't agree with America first We agree with China Yes We 他们讲说 可能是民主党 或是一些极左派的人 或是左派的人 他讲说 我们不要美国第一 我们要赞同中国的讲法 We will get rid of America first policy I think David You don't like that too much I think David 就是David Purdue I think David I don't think you like that pretty much 我想你应该对这种讲法跟论调 不是很赞同 And if they're here it won't happen Because nothing's going to happen They're here it won't happen 只要这两个人 在乔治亚州当选了 美国第一的政策 永远不可能被抛弃掉 这样子 所以这是我自己整理出来 川普总统这一次整个演讲 很精彩很精彩的片段当中 跟我们比较有关的 因为毕竟我们跟中共的关系 比较密切 敌对关系很密切 这样子 那我个人是认为说 你很容易看得出来领导人的 呃行事风格 川普是讲到做到 他不讲他 甚至不讲先做了 那Joe Biden跟 呃这所谓的 民主党的是 讲一套做一套 或是光说不练 或是 说的跟做的 完全不一样 哦等等所以这个是 我们在研究美国 近代美国的政治外交 方面需要去注意的问题 这样子 当然我们国内 东美国人很少啦 腐烂的不算啦 哦每次那个误判 反方向走的倒是蛮多的 这样子 所以我会建议这次川普的演讲 可以拿来看一看 那主流媒体看不看已经无所谓了 因为以大家的英文媒体 试读的能力看也看不懂 哦在那边乱解签 我们看一下这个之外有没有 这里面有很多片段 同学有兴趣可以上川普的 Twitter 来看一看 有兴趣的话 如果你是研究美国的政府 美国的政策 外交等等可以上来看一看 那不是的话看 你要学学英文也可以啦 我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哦他这边都有一个小片段 剪辑出来的 哦这个也可以听听看 意思就是说 大家如果不出来投票 投我们这两个 共和党的候选人的话 社会主义者跟共产主义者就赢了 哦他们就会赢 乔治亚州的爱国者 大家一定要站出来投票 这两个候选人是你见过最棒的了 哦没有比这个再棒的 好 这个同学有兴趣可以看 好这个大出场 好很很很盛大 这个也可以看一看 我看看还有什么可以报的 好目前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看看大纪元有没有 呃有一个要要讲一下就是众议院又多了一席共和党 加10哦 这个已经变211比22也就是说截至目前为止票还没有完全开完共和党的席次增加了10席 民主党在众议院的席 民主党在众议院的席次少了9席 民主党在众议院如果Purdue跟那个 那个Leveler可以顺利连任的话会再加两席就变成52比48 绝对有 呃绝对的 过半的优势在参议院 众议院呢大幅的成长 哦加了10席了现在 所以这都是好的现象 那就更不要讲州这个部分的州的议会里面共和党的席次的增加 哦那个也是 呃 这边有个新的跑出来我们看看内耗达州看完我们就进入到川普的书 新的 Voterize Group Notifies DOJ 这个是Department of Justice 就是William Barr 我说他一脸看起来就是 哈哈哈 带衰的样子那个 呃司法部长 的 Pakistani Link With Nevada Election Email System 这个就是有 投票的公民团体 投票者的 呃权力的一个团体 通知司法部 有关巴基斯坦有 呃跟 内华达州的选举的Email系统有连结 表示可以连到外部去 看看怎么回事 A U.S. Voterize Group Informed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on December 3rd a Link between the Nevada Election Email System and the Pakistani Company with ties to military and intelligence 哦就是 这个选举的 这个 电邮系统居然跟巴基斯坦一家公司 哦是军方的跟情报部门的公司是挂在一起的 哦这个就厉害了 哦这个可能又要介入 他是直接 通知司法部 所以司法部可能要展开调查 那我是觉得司法部部长那个William Barr 每次动作都慢半拍 而且抓不到重点 他那个没有tempo tempo非常差 timing也非常差 呃执行力也很差 哦那个execution的那个执行力也很差 所以共和党里面是有一些官员 哦是 比较慢狼中的 比较搞不清楚状况的 还有一些州长 比如说乔治亚州的州长 哦那个Camp 好像要 川普已经决定要换人了 就是找另外找候选人来两年之后 把他哦出来 重新选 乔治亚州州长 哈哈哈哈 这则新闻我有看到 是Brian Kemp 现任的乔治亚州的州长 哦你看标题 Trump suggests Collins run against fellow Republican camp for Georgia Governor 两年之后的2022年的州长的选举 川普决定提出新的人选 跟 呃Camp 这一次表现得非常不好的Camp 哦对这次 选举舞弊的状况 处理得非常不好的Camp 要准备 跟他竞选 哦意思就是说 我全力加持 Collins 哦来 跟你一起选 就意思就是要把干掉的意思 看一下内文 President Donald Trump on Saturday suggested that former Republican Republican Doug Collins 也是乔治亚州的共和党员 Run against Georgia Governor Brian Kemp in the 2022 primary for the gubernatorial election 哦这州长选举 就是川普另外支持 我支持另外的人来跟你选 你现在哦拿翘乱搞 我就回过来把你干掉 哈哈 川普的作风就是这样子 哦他不给你 他不给你在那边哦 推山主事拖泥带水啊他不会 直接就把你干掉 好 那整个24分钟 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后面的重点就是讲第六章 我们把川普这本书 后面的几个小的段落讲完 我们今天 周日版的美国总统大选 的整个发展哦就 更新就到这个地方 呃结论就是说 呃以川普这个人的人格特质跟他的行动力 我相信 呃应该最后 会 微靡很久的 美国的民心士气会大震哦 哦这样子不管是军方 而且已经经过一番清洗哦 哦把该换的人都换掉了哦 用用他要的人不要的人全部换掉 不能够自己有权力换掉 我就另外支持别的人来跟你竞选 这样子 所以美国第一那个American first 他内部只要强了起来 对老共的压力就非常非常大了 如果换成拜登的话 大家就自求多福了 哈哈哈哈 好我们从 are you stubborn 这边开始 我解签一下 are you stubborn enough to be a winner then you are capable of investing to win it's not a foreign territory and you don't need a passport or a visa to join the ranks of winning investors 他说你够不够呃执着 你够不够顽强执着 哦就是折善固执的意思 来成为一个赢家呢 如果有的话你够执着 你够坚持 那么你就有能力来借由投资成为赢家 这并不是一个很陌生的领域 那个foreign territory 就是你还要出国 还要搞得很麻烦 不是 随时都可以做 他说这个投资 这不是一个境外的领域 你也不需要有护照或是签证 才能够加入赢的投资者的赢家行列 I've heard a lot of people say about themselves I have a stubborn streak and then they act like they don't have what it takes or even the rights to learn about investing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川普见过很多各式各样的人 有一种是输家的脸 样子看起来有点像 像那个Brian Kemp 或者是 William Barr那种脸 或者是我们之前看到那个抓脑袋 Georgia County的那个 Election Official 那个Chief 他说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 那个不晓得叫不叫 是不是叫Gabriel Sterling 我不知道 他说我听到很多人 自己说自己 说我有 很顽强的这种人格特质 那个streak就是异于其他特质的特殊的特质 那他自己称赞自己有 stubborn的streak之后呢 又什么都不做 说一套做一套 然后呢他们讲完之后呢 他们的行为看起来他们没有任何 一个想要投资 学习投资 没有付出的那个动作都没有做 甚至没有那样的一个想要去做这样的一个 the right 就是全力去做 学习投资的这样的事情 通通都没有 没有动静了 讲完就算了 as robert pointed out 就如同另外一个共同作者 robert 他所讲的 they will be missing out on a lot of fun and a better financial future at the same time and unnecessary misfortune 这边有一个共用的地方就是missing will be missing out on 就是说他们会错过很多很多乐趣 投资的乐趣跟学习投资的乐趣 而且呢也会错过错失 比较好的投资的他的未来 财源广进或是增加收入这种金融上面的 过得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未来 他们会上市掉 错失掉 而且 为什么会错失掉呢 因为他们眼前只看到 在同一个时间 他们只是不愿意 去 增加不必要的风险 就是投资不利等等 那讲简单一点就是说 他们看眼前 为了要保有 他要避免掉不必要的投资风险 在这个同时也同时 避免掉了很多的乐趣 跟未来获利的这个空间就没有了 的机会也没了 好这样子 等于说是 因小失大 这样子 好再看下一段 ignorance can be more expensive than education and that certainly includes your financial education ignorance是指无知啦 缺乏相关的知识 然后呢 没有专业知识 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自己乱设杯 不要乱拌 不会那种叫ignorance ignorance 这种无知 所付出的 惨痛代价 要比 你的学费还要贵 就是说你不愿意交学费 到学校去或是其他地方 接受正规的财经投资的教育 增加自己的知识 那你会付出更大更大的代价 这样子 那个也是因小失大的一种 and that certainly includes your financial education 那这种教育当然是包含了你的财经方面专业知识的教育 除了财经专业知识还有别的知识 这样子 投资不是只要懂财经 财经是基本 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你要知道 那如果说你为了省钱省时间省力气 你这些都不要了 用拔杯的方式 你的损失会更大 这样子 这叫因小失大 Do not let the fear of the unknown hinder your aspirations and your financial will be 川普讲说不要让这种 对于无知的恐惧 来阻碍你的热情 投资的热情跟你的未来的获利 或是你的财富 你未来财富可以增加 可以享受很好的生活品质等等 There are people who will want you to feel enough so they can take advantage of you 他说有很多很多的人 他是希望你变得比较无能 所以你会看到周边有一些 我们讲同温城是怎么来的 因为你周边有一些花言巧语 在那边口蜜复健的人 在旁边洗脑你 然后你就觉得他就叫你 这个不要啦 不要搞那么累啦 休息嘛 这个这样就可以了 他在给你灌米汤 让你变得越来越无能 越来越失能 叫in apps 他们希望你失能 希望你无能 这样他才能够占你的便宜 这样子 同温城就是这样来的 I've seen that happen to very successful athletes as one example 他说我曾经看过这样的事情 发生在非常成功的运动员身上 有例子 有例子 举例 我可以举出例子来 但他后面有没有举例 我不知道 Don't let it happen to you Learn about money and make it work for you That's the key to successful investing 在这边就完 他讲他最后讲说 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 我们有活生生的例子 发生在很顶尖很优秀的运动员身上 因为听别人甜言蜜语 叫你这个不要弄那个不要弄 不要搞那么累 就变得无能了 这样子 失能了 他们就可以 占你便宜 那他讲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 你要学着 怎么样去认识金钱 然后呢让金钱来帮你工作 这样子 我们讲用钱赚钱 不要用人去赚钱 要用钱去赚钱 但这需要专业知识 That's the key to successful investing 这个是成功的投资的一个关键 好这样子 说穿了就是要有知识 要有能力 不要被周遭的人甜蜜语骗了 好这样子 好 我就润喉一下把后面这两段朗读一下 今天就算功德圆满 好 直接开始 这是 are you stubborn enough to be a winner then you are capable of investing to win it's not a foreign territory and you don't need a passport or a visa to join the ranks of winning investors i've heard of a lot of people say about themselves i have a started stopping streak and then they act like they don't have what it takes or even the right to learn about investing as robert pointed out they will be missing out on a lot of fun and a better financial future at the same time and unnecessary misfortune ignorance can be more expensive than education and that certainly includes your financial education do not let the fear of the unknown hinder your aspirations and your financial well-being there are people who will want you to fill in apps so they can take advantage of you i've seen that happen to very successful athletes as one example don't let it happen to you learn about money and make it work for you that's the key to successful investing 好36分钟我们今天就蛮功德圆满的 后续啊美国总统大选到12月14号之前一定还有很精彩很精彩的 像我们之前看的那个 Bellus stuffing 那种很好笑的偷偷摸摸摸的拿皮箱出来的哦在这换票或是重复计票的那种 哈哈哈哈 好有我们再继续看还有听证会很精彩的我们也可以来看 非常精彩百年难得一见 好我们今天晚上就到这个地方催眠也差不多啊催眠够了 感谢同学 我们明天再见晚安 感谢观看